大家好,我是虎科网的小张老师 今天这节课主要为大家讲解灯光的设置 其中重点是太阳光的设置 蓝点是装饰光的设置 素材和原文件可以在视频右侧点击黄色按钮下载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灯光的设置 上节课我们将这个模型的整体的这个房屋框架给导入进来了 这节课我们就来设置一下相关的远处的这个 我们看一下是太阳光以及下方这边有一个装饰光 我们来进行一个调整 同样回到SkyShop里 远处的灯光需要透过这扇窗户来进行一个设置 我们回到3D Max里 首先是要对这层玻璃先进行一个命名 我们将名称更改为玻璃 随后右键将它进行一个隐藏 再次切换到顶视图 选择一盏相应的灯光 我们进行一下切换 在光度学我们设置一盏目标平行光 在这个室口进行一个设置 同样调整一下它的相关参数 选择矩形 将区域给它调大 超过我们整体的这个模型 我们要保证这个灯光和这个模型 成一个30度到45度的一个夹角 同样在左视图也要保证一个这样的一个夹角 可以将灯光给它调整的近一些 这样就能够保证我们灯光射进我们的场景里 同样在顶视图创建一盏相应的摄像机 创建一盏目标摄像机 我们看一下场景 是打在了这个角落 这个片马桶的位置上 同样为了出复期间 我们将顶部这个模型给它先隐藏掉 再次创建一点目标摄像机 将这个镜头给它调成 室内常用的一个24的镜头 勾选近距剪切 将剪切距离给它调整一下 好了切换到这个摄像机室口有点低 我们在前视图给它调整一下高度 设置为1米1的一个高度 将远处的点也设置为1米1 好了 这个时候需要加载一下我们这个渲染参数 渲染参数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 在桌面上进行一个相应的加载 大家在素材文件里就可以找到这样一个 3D的一个低渲染参数的安装包 同样加载完渲染参数之后 我们需要对这个图像的比例进行一个调整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偏数的构图 我们这里的横重比是一个横构图 输构图大家需要记一下 输构图的比例建议是0.6或者是0.8 在这里我设置为0.6将高度设置为320 我们按住Shift加Q键进行一个渲染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场景就已经渲染进来了 同样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太阳光打进来 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整 打开渲染设置 先查看一下渲染参数 随后再次切换到这个顶视图 对灯光的这个角度和位置进行一些调整 同样我们将取消隐藏一下 将其他的模型显示出来 这个时候需要选择这个玻璃模型 对它进行一个透视的这样一个设置 因为我们的太阳光如果是射进来之后 它如果遇到这个远处的这个玻璃 是需要阻挡到外边的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这样一个单独的排除 选择太阳 选择排除 选择玻璃 将它添加到右侧的按钮上 随后单击确定 排除出来之后 我们再次进行一下渲染 这个时候查看没有一些阴影 没有阴影是什么 是因为我没有在参数一栏给它添加阴影 我们在阴影一栏勾选阴影启用 选择一个Vray阴影 随后在下方调整一下Vray阴影的相关参数 选择区域阴影 选择一个长方体 将投影设置为500 随后再次渲染一下 查看效果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投影就已经射进来了 但是投影的这个位置好像不太符合我们这个效果图里 它是射到了这面墙上 而我们这个投影是偏我们这边的一个方向了 所以给它调整一下位置 再次渲染一下 好了 这回这个投影大致的就符合我们这样一个要求 再次移动一下距离 再次进行渲染 好了 这个时候这个投影就大致的符合了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要求 我们看一下效果图打在了前面的这面墙上 同样我们这个屋内需要添加一些其他的平面光源 我们切换到顶视图 选择Vray创建一盏 Vray平面光 在顶视图进行创建 随后调整一下它的高度 调整完高度之后 我们再次切换一下相关的设置 倍增设置为2 颜色给它一个偏黄的颜色 随后选项一栏 取消勾选不可见和影响反射 我们再次渲染一下 这个时候整体的空间就亮起来了 我感觉有一些亮 所以给它调低一些 调到1.3 再次渲染 好了 这个时候这个灯光就大致符合的我们这个相应的一个要求 同样远处这一侧我们在效果图里看到了 这个有一个边缝 我们需要调整一下顶视图的这个位置 再次渲染一下 好了 上面这个就已经显得优化一些了 同样我们需要提高一下这个光源的高度 再次进行渲染 好了 整体的这个效果就显示出来了 我们需要导入其他的这个相关的模型 首先需要给地面进行一个分离 再看一下SkyShop模型 这里出去之后我们需要将这个其他的模型先导入进来 再给他添加其他的这个装饰光 回到ICU里 选择中间的模型 给他单独的复制到一个SkyShop当中 随后检查一下他的反面朝向 我们自动显示出了背面颜色是红色 有一个背面是朝向我们 我们双击进去 给他进行一个面的反转 好了 这个时候就大致符合了我们这样一个要求 同样右键炸开 因为是两种不同的材质 所以需要单独的为他进行一个试加 我们将下面的三个模型隐藏 上方给他创建一个群组 下方也创建一个群组 随后全部取消隐藏 选择文件 选择导出三维模型 0022 再次选择选项 查看一下完整的层次结构 文理映射和毫米 单击确定 选择导出 再次回到3D里 先换到透视图 透视图的快捷键是P键 选择导入 点击导入按钮 在桌面上选择0022 单击打开 单击确定 这个时候 这个模型就添加进来了 我们给它取消链接 随后再选择单独的三个材质 创建一个组 上下是相同的材质 也创建一个组 随后再次切换到 顶视图 对位置进行一个调整 同样需要旋转90度 我们看一下这个 它大致的位置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距离上 我们将顶视图 我们相同的这个位置上 我们再次渲染 好了大致的 好了大致的 再次进行渲染 这边的这个材质就已经分离出去了 同样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玻璃 在效果图里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有白色倾向的材质 我们需要对这个材质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调整 我们切换到3D里 选择材质 孤立出来 按住M 打开材质编辑器 选择一个新的材质球 将它添加给模型 随后加载一个微锐材质 将慢反射的颜色设置为一个偏蓝的颜色 有一个蓝色倾向就可以 同样反射竖直给它调的高一些 这里的反射竖直 颜色越白 反射越亮 颜色越黑 反射越暗 我们看到有了一个材质 取消勾选肺碾和退出阴影 有了这样一个透明的材质 同样调整一下高光光泽 高光光泽控制的我们是一个高光的发散程度 这样我们的高光就有了一定的散射效果 同样玻璃有了一个折射 我们将玻璃给一个折射 折射率设置为1 随后折射的参数 我们也给一些 同样是白色是完全折射 灰色是稍稍折射 好了 设置完成之后 再次切换到透视图进行一个渲染 这个时候我们的玻璃材质就有了一定的效果 其中这些斑驳的纹理是因为我们设置的渲染参数不高 而产生的 在出大图的时候 它会进行一个相应的优化 同样设置完成之后我们看效果图 在下方这个位置我们需要打一个灯带 就是制作一个装饰灯 我们切换到3D里 选择一个灯光 选择微锐面片光 在这边的这个位置 创建一个面片 调整一下它的高度 调整一下它的距离 再次旋转一下角度 让它朝下打一下 在修改面板里 将倍增值调低一些 调成1.2 颜色选择一个偏黄的颜色 随后取消勾选不可见和影响反射 再次渲染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这个装饰灯带就显示出来了 但是有一些高度还可以 强弱有一些弱了 我们给它调的强一些 在上方设置为3 再次调整一下角度 再次进行渲染 我们也可以单独渲染这块 渲染为一个大图 打开渲染设置对话框 选择裁减单独的渲染这块区域 将数值调的大一些 随后点击渲染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光的感觉还是可以的 其中这个角度有一些还是偏低了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调整 再次渲染 好了这使得这个大致的感觉是可以的 我们取消实图显示 再次切换到 第一的渲染参数 再次进行一个渲染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渲染参数还是可以的 其中远处的这个太阳光有了 近处的装饰光也有了 其中这个顶部的光源还有一些加强 我们稍稍的提亮一些 选择顶部的灯光 将亮度给它调整为1.5 再次进行渲染 好了我看这个时候我们渲染的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其中这个灯光 颜色和效果都有了 我们再次打开照片进行一下对比 这个时候我们大致的一个感觉就有了 下节课我们也将通过一个左右效果图的外部的材质的添加 以及模型的导入来丰富一下我们这个场景 好了我们看到这个仕途它有一些裁剪 没有关系 这个是后期裁剪的 关于这个比例大小 后期也可以在这边的这样一个渲染设置里 对它的这个比例进行一个调整 设置为0.8 就会更加大一些了 再次渲染一下 好了 看这个时候的试口就和我们照片的试口相似了 装饰光有了 这个远处的这个太阳光还需要调整的近一些 让它照到近处的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这个玻璃 并没有对它进行一个排除 所以一部分光挡在了这个玻璃外面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排除 首先先选择这两盏玻璃 给它成一个组 设置为玻璃2 随后再次切换到顶式图 选择排除按钮 将玻璃2也给它排除掉 再次渲染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它的这个光照就已经照进来了 透过了远处这个玻璃 就符合我们效果图上的这样一个效果了 好了 我们本节课程就讲解完成 学设计上虎课网